喔 不过 越亲密的人合作起来 有时候就有越多的磨合 要小心翼翼的 因为怕伤了 伤了情分 伤了关系 佳文 说你有很多合作创业的经验 但你熬过了 跟老公磨合的那一关 对 却没熬过跟朋友那一关 而且不好 也不容易 因为你又是牡羊座的人 有时候很冲你知道吗 这时候又要说回来 对 也是一个蛮好玩的经历 因为最早我跟 因为我的水果是家业 爸爸的家业 然后后来是我老公说 想一起做 然后我刚开始本来很紧张 因为人家都说关系越近 越不容易合伙跟合作 果不出其然 我跟我老公就是三天一小炒 五天一大炒 真的很照时间炒 一直炒 我们其实大概花了 两三年的时间 很认真的炒 然后才磨合出现在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然后后来跟我老公这一段 经过了之后 我就觉得跟老公都可以合作 应该跟别人更容易吧 对不对 然后也是今年发生的事情 其实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很喜欢接触 各个领域的朋友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强项 然后反正我就因缘忌讳认识了 比如说很会做行销的 做大数据的 做商品的 那本来大家就单纯是朋友 然后平常在聊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可以学到好多东西 然后久而久之 大家出来喝咖啡 那个感觉有点像 好像读书会一样 就是我学一点 学一点这样 资源交流 对 资源交流 就觉得很开心 然后刚好就其中有一个人 就说那大家要不要 就合伙开了一个公司 那坦白说 其实刚开始大家是有点 顿低啦 就有点觉得说 要吗 需要吗 至于吗 就也有要那么充嘛 连我那么充的人都觉得说 是不是在想想 我就可能我长大了 就也会觉得说 不要那么充我们再想想 但因为这个人很热情嘛 反正因缘机会 我们就开了这个公司 我们刚开始说要开 就是今年的一月份 现在才四月嘛 一月份 然后我们这个公司 申请拿到公司成立 是二月十六号 我印象超深刻的 那我们公司现在已经解散完成了 现在已经解散完成了 这个公司要做什么的 这个公司本来大家讲好是说 那不然我们集合大家的才华 不如我们来做一个整合行销 就是我们有这个数据的 有行销的 有商品啊 然后可能有一些公关的人脉 就大家集合在一起 你看这么快 快到 我跟你说 快到 连我 我是董事长嘛 快到连我这个董事长的 劳健保都还没弄好喔 就结束了 而且我跟你说 还快 我跟你说 谁 这整件事情啊 我跟大家分享 谁笑的最大声你知道吗 我的会计 因为呢 当我跟她讲说 我们要结束的时候 她大笑一分钟在电话里头 她说这位小姐啊 这个公司成立的申请 都还没有完成 她紧接着就要解散了 然后她就说到底怎么一回事 然后我就后来认真想想 我真的觉得 人要愚工又愚私 实在不太容易 因为你知道 愚私的时候 大家没有利害关系 所以就是什么都可以交流 一旦一愚工你知道 有些人是 他在他的工作领域 他可能比较玻璃心 你是不能直讲 直讲他就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好 你是不是觉得我哪里做得不好 可是大家在自己的领域 都已经做到一个位置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会很尴尬 因为愚工应该是要 直接可以讨论 愚工应该讲的都是事情 但是他把所有事情 他都会想到自己走心 然后你才讲了两句 你就可以看到他表情走心 你想说这我还要再讲吗 对 然后要不然就是 平常大家都好好 但一旦牵扯到公式 就会有人会觉得说 我比较厉害 我比较重要 你们要听我的 如果你们不听我的 我就要生气 我们要几个人 我们四个人 我跟你说四个人 就可以搞一出戏了 他都说不要双数 不要双数 那一个是说算命有这样说 老师有这样说 一个是说 你在投票的时候 比较好表情 对啦 投票是表情 但是老师也有讲说 尽量股东凑基数 基数 那就是会有一个人 要选边站 对不对 这个意思 对 没错 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也是这样观察 大家观察 观察着 你知道我真心的有感觉到说 差不多快要 再下去就差不多要撕破脸 就是连朋友都没有得当 然后后来大家就 我觉得大家都大人了 大家就认真的讲一讲之后 就说要不要就真的 在撕破脸之前 我们是不是就回归到撕交 因为反正公事的部分 也没有做真的非常地多 也还没开始 也没有 对 也没有什么太多要交接 要不然就回到单纯是朋友 要不然说真的 如果再走下去 大家撕破脸 你公事也是没法做 然后所以我们就解散 虽然说听起来蛮荒谬 但我们就解散 解散之后我还鼓励我的股东们说 我们超有智慧的 你看 我们现在至少是 还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就觉得 我就是经过了这些过程 然后我也会跟我老公讨论 然后我也跟我老公说 我跟你吵成这样 但我们却能磨合 然后我们这样子也没有什么吵 却磨合不来 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 我觉得如果要跟别人合作 你一定要有一个心态就是 大家是平等的 对 因为如果自己很厉害 那你就自己做就好了 然后如果你想要 大家都听你的 那最好就是你请员工 员工就会听我们的 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合伙一定是 比如说我觉得艾菲老师 这个很厉害 我不会 对不对 雅兰姐这很厉害 我不会 我们才需要互相嘛 那大家都是平等的 就不能真的说 什么事都要耍脾气 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 对 真的不行 但你觉得你们四个人里面 是你牡羊座耍脾气呢还是 我可以说牡羊座是最不容易 耍脾气的 因为我觉得牡羊座 不太有空间往心里去 就是如果这件事我觉得不OK 我当场就会说 可是我觉得 怎样怎样 我们没有说 不然我什么回家再想三遍 然后再来 当下就会解决了 我们当下表情你就看得出来了 我们一定会当下就讲完这件事的 所以我这边要吐槽一下 我觉得 牡羊座是会耍脾气的 真的吗 可是那个老师跟你讲 老牡羊 老牡羊和年轻牡羊 他自己也是牡羊 对 你也是牡羊 所以你会耍脾气 你才会耍脾气 中轻不必正 我们来加苏恒老师 再来加苏恒老师来说一句 什么手面向的人 在工作上 哪会弄手 还会强势 还会发脾气 好 我们现在来平心尽气 好好的就事论事 虽然董事长坐在这边 好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题目 它是说在工作上会很强势 那强势它代表是什么 我带着一种高压 一种威逼的心态 我就是要你听我的 我好像掐着你的脖子 你不听我的我就翻脸 对 所以强势带的是这一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真正强势的手面向 是什么样子 第一个呢 鼻高 鼻长而且还要高挺 那我们看它带来的是什么呢 它是可以白手新家 那鼻子在我们脸的五官里面 代表自我中心 所以你看这个人的鼻子 越长或越大 代表他的自我中心意识越强 那尤其是你看那种创业家 大部分他的鼻子 一定都要占他的脸的 三分之一以上 这样代表我很想做 我才有能力去做 那个鼻子小小的 通常也都是陪跑的命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个 很棒的CEO 可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当老板 好 所以他的鼻子 是要能够长高挺 尤其是山根这个地方 山根这个地方不能够凹陷 山根这个地方 你看有那个创业家 尤其像我这时候要举一个 很不好的例子 叫做普丁 你可以看到他那个 几乎是没有凹陷 他是直直就上去 他那个叫伏羲鼻 那这样的人他真的坚持下去 会很可怕 可是他那个坚持跟固执 是会让身边的人觉得很累的 好 所以如果你跟到的是 这样的老板的话 麻烦你就是把自己当成第二个 就是把第二把手就可以了 他说什么你就说好事 你千万不要跟他变 你跟他变呢 要不就是你走路 要不还是你走路 对 不然老师我们一起承认吧 对 我们一起承认 我们都鼻子大又长 对 老师你干嘛看我 你很长 但是男生鼻子长不是坏事 对 真的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那我看是拳骨高耸 拳骨高耸手握十拳 好 来 这其实对面两位都有 对 天哪 但是你们的拳骨是漂亮的 因为你们的拳骨都有包到肉 不会让人家觉得很尖刻 就是这个骨头 但是没有肉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刻薄 但你们都有包到肉 但有包到肉代表什么 你们喜欢手握十拳 就是你不用给我什么名片 上面写什么 什么泛亚太地区 什么豪华总裁 不用 我要就是钱放在我的口袋里面 对 其他都是假的 对 所以手握十拳的人就是这样 我宁愿当初纳 初纳 然后初出去是 但纳到我的口袋里 所以现在我的要求就是这个 很好 我就是要方出纳 对 没错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 拳骨高耸的女生 我就是出纳 对 要花钱不要找我 要存钱都在我这里 没错 对 没错 说得很好 但是通常我们都会说 拳骨高的人 如果你不让他握十拳 他会很难过 他会觉得为什么你不尊重我 还有为什么你不信任我 所以为了要让别人信任他 难免有的时候也会强势一些 把你的想法灌到别人的脑子里面去 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两个 会不厌其烦的一直说一直说 你们会想办法去解释 对不对 当然我们要说服这个人 让我们当初纳 对 所以跟你们相处也是一样 要说服你们并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可以 比如说你的先生 用情感面去打动你 或者是用实质面 比如说如果我们这样做 三个月我保证赚一百万给你 就说好 我就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没有一百万你就死定了 对不对 就是如果我们觉得 对方比我们更专业 我们也会愿意 对 相信专业 对 好 相信专业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好 第三个 法令纹生长 好 法令纹就在我们脸的这两条 那通常法令纹生长 我们都会看真正创业家大老板 这个法令纹是一定要又深又长 因为代表他可以管很多的人 而且这些人都愿意 被他罩着 其实这样看起来像一个金钟罩 对 那法令纹它还有一个重点 它不能这样窄窄的 在嘴巴边划过 它要越宽越好 代表我管的人越来越多 好 那法令纹生长代表 还有一个叫做严格的要求 其实这个也可以从我们的 表情纹里面代表 你想想看一个人 如果常常是这样盯着你 然后很严格的要求这个集团 他一定是不苟言笑 所以久而久之那个表情纹 这边就会很深很长 久了就像人家说很明显 就是木偶纹了对不对 木偶纹是这边 木偶纹是这边 这边的法令纹是这样下来 好 但是严格要求到 有的时候跟他在一起工作 你会觉得有会喘不过起来的感觉 所以我们都会尽量要求说 拜托大家法令纹不要太 太那么的深 但是法令纹生有个好处 是因为代表法令纹也是我们的晚运 如果法令纹很深很长很漂亮 没有分叉也没有突然变得很浅 那代表你晚年会非常健康 好 再来我们看第四个手相的部分 这个就会有一点让别人想要揍你了 它会强势到不行 好 这个叫做强变纹 强变纹长在哪里 它长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感情线的下方 这边是感情线 这里下方有一条 两到三公分的跟它平行的线 那这条我们叫做强变纹 这个强变纹通常会出现在那种 完全不肯认输 就连嘴巴都不想输的人的手上 那像这样子的人他在工作上面 不管是开会或分配工作 我一定要抢到最好的 或者是被老板指责 我也要讲到赢为止 因此 这个就跟你们分享 如果员工 真的不要用到这一种的 他就跟你硬杠到底 对 就是我是对的 你是错的 那这样子老板就会很辛苦 当然希望每一个老板 都能够试试看一下 你们员工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手相 面试的时候要看手面相 对 面试的时候要先看手面相 那就给各位老板参考看看啦